欢迎回到十本百日 现在我家有一种日本快木的味道 因为我们上一支影片是在引竹仙谷拍的 然后在开打光灯 拿相机脚架的时候 呼 非常浓郁 欢迎回到十本百日的第三本书 行为设计学打造峰值体验 来 服务中心广播 各位亲爱的祝福大家早安 早 今天五月二日早上十点 是 将进行二楼公中花园 食灾病毒和防治喷药 喷药 想想看我们现在的生活 是不是都太千篇一律了 不管你是在上课 你早上睡醒 就是吃个早餐 打车 上课 下课 跟朋友出去玩一下 你就觉得 啊 又是一天 又是工作的一天 又是上课的一天 就很没干净 然后过着这种千篇一律的生活 所以这本书就这样诞生了 这本书教我们怎么样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刻意打造难忘的回忆 这本书将难忘的回忆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种叫做欣喜时刻 第二个叫做认知时刻 第三个叫做荣耀时刻 第四个叫做连结时刻 欣喜时刻我想要拿度假的乔西作为例子 克里斯跟他的儿子刚度假回来 但是他的儿子怎么样都不肯睡觉 因为他不小心把乔西忘在他们度假的地方 利斯卡尔顿酒店 然后他就说 爸爸我没有这个乔西 我真的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克里斯就想要哄他 就跟他说 哎呀乔西还在度假 不用担心 他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然后儿子就 嗯啊 总之他就睡觉了 过了不久 利斯卡尔顿酒店就打了电话 给克里斯就说 喂你好 我们这边又找到一个长颈鹿的玩偶 请问是不是你们的 然后克里斯就说 哦对对对 是我们家的 那个可不可以帮我拍一张 这只长颈鹿坐在游泳池旁边 椅子上的照片 因为我骗我的儿子说 他正在度假 然后过了不久 包裹来了 打开来 是乔西跟一叠厚厚的照片 这一叠厚厚的照片呢 有泳池旁边椅子上的乔西 然后还有在高尔夫球车 乔西正在开车的画面 在水疗馆 乔西正在被按摩 然后眼睛还贴着小黄滑片 哇哦 这个家人兴高采烈 惊喜交加 想说天哪 就是一个我忘了东西 你把东西寄回来 这个小动作 你竟然可以做得这么好 他们非常的开心 然后给了这个酒店非常高的评价 通常我们东西掉的时候 就是打个电话 想找找看 没找到 好吧 算了 但是如果找到了 通常也就是拿个纸盒 报纸 或是塑胶袋包一包 把你寄回来 利斯卡尔顿酒店 把包裹用这样子的方式寄回来 突破了脚本 突破了我们原本想象的那个 我东西一失了 东西寄回来的那个套路 所以就帮他们打造了一个 非常难忘的欣喜时刻 好 那我们要来分享第二个故事 认知时刻 被现实绊倒 感谢观看